嗨,大家好 我代表婆心牧师 欢迎大家收听Avination Gateway中文崇拜 Avination Gateway是一个属于职场和生命转化的平台 你知道吗 我已经数不清到底待在家里有多久了 我开始发白人梦 幻想自己在云游四海 我倒想问你一下 如果今天您有机会的话 您会很想去旅行吗 如果你是 我想你在屏幕上的那个信型符号点击一下 让这个表情符号不断地在屏幕上往上流动 哇,真想此时我们能够在教会见面 我一定会用Fishbump全对全的方式和你打个招呼 既然现在无法做到 唯有是用这个表情符号来取代吧 来,让更多性浮动上来 既然你们都那么喜欢旅行 我就借着今天要讲的信息带大家环游世界 那么更期望的是,我向主祷告 希望今天在这个节目的尾声 这个信息会留在你的心里 好,让我们先去第一站 菲律宾长探岛岛 此时你会看到 屏幕上出现那张美丽的沙滩城堡的图片 位置就在于文明与世的长探岛 各式各样的沙滩城堡 对切在美白的沙滩隔处,目不暇击 长探岛还是路选世界最美的海滩名列当中 南北长越五公里 沙滩的沙不单紫白 而且像奶粉般的绵绵软软 绝对是最佳的旅游圣地 沙滩城堡的确很美丽 也是很好适应的体材 也不会花很久才对切一个 工作人员区区花大约两个小时就做好了 花一点点钱也可以和他一起合照作为留恋 但是沙滩城堡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没有根基 潮水一来,很轻易就把他摧毁了 所以工作人员通常会往内陆去兼沙滩城堡 尽量远离潮水所及的地方 尽管如此 通常夜晚脏潮的时候 大多数沙滩城堡都无一幸免 第二天早晨 你不难看见那曾经美丽的沙滩城堡 已经被潮水,部分或者完全摧毁了 所以说 昙花一现的人生决定不是我们要建立的 我们绝不想建立像沙滩城堡一样的人生 就好像一些要拥有一大堆头衔 尽可能快速成功 试图去找一些好坎头 人一夜间赚取百万 或者制定一套雄性勃勃的大计划 对自己说 我要在20岁或25岁赚取百万 赚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这样都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人生 我们要的是把生命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而这个新的系列当中叫做 很久以前自改变人生的故事 耶稣所说的基础 我们将会叙述到关于基础这个课题 那么这个星期呢 我们要讲的是会给你一个全貌 到底什么是基础 然后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基础 还有怎样才能建立好的基础 好 让我用一则预言故事作为开头 预言其实是一个短片故事 里面还有一些智慧 它可以让我们领悟到圣经上的道理 或者一些原则 又能警戒世人富有教育性的故事 耶稣大量使用预言来解释一些观点 他就是这样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传授道理 那么对现金的识会呢 其实也蛮管用的 那个年代不像我们那么现金 耶稣也没有什么PPT 投影片之类的来播放 大大证明了 预言故事给耶稣一臂之力 有效的把它的教导传授给人们 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 屏幕上已经出现了 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 就像聪明的人 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凤翠 摇汗那房子 房子却不倒塌 因为坚积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 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凤吹摇汗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厉害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故事 整个预言本身实际上包含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 耶稣用两个人物来带出 他用这两个反差非常大的角色 在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那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想成为一个愚蠢的人呢? 不不不,开个玩笑 显然我们都想成为一个聪明人 一个精明的人 第二个元素 就是生命里的风暴 他用雨淋水冲和风吹作为一项 第三个元素 耶稣他很显明地强调基础差的后果 在经文的第二十七节中 清楚地写字 倒塌得很厉害 故事虽然非常简短 但很有爆炸力 耶稣他很灵巧地善用预言来尝试一个观点 他两千年前就讲了这个故事 我们试着探讨故事当中的含义 看看他是否还适用于今天 那么他所用的意象 对今天的我们有任何意义吗? 针对字典 我们要提出三个问题 首先是 他所指的风暴 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 没有牢固的基础 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第三就是 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 你看看屏幕上那张照片 就是这张 耶稣他所引用的意象 雨淋水冲和风吹 并不是随意拿来做比喻 这些词汉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 有莫大的惯念 他反映出他们那时候生存环境中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张在朱迪亚沙漠所派示的照片 基本上 埃及境内绝大部分都是尘土飞扬 黄沙碎石 那么干燥的地方 怎能会有洪水泛滥呢? 仔细一看这张图片 清晰的显示 有一辆车 正在渡过某个被水淹的车道上 在沙漠中 雨水来时 熏为不及烟耳 虽然下雨的时间不长 可是通常下都是好雨 最奇妙的是 沙漠的沙是不吸收水分的 因此一场倾盆大雨后 雨水四处流淌 之后很快导致多处洪水泛滥 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处境 当他们在沙漠中 踏起帐篷或做起某些干活时 一不留意 被瞬间来的暴风雨困住 后果不亢思想 不单止被雨淋湿 分分钟被洪水一洗而空 这些经历确确确实实 他们所经历过的 他们渗透的了解 经历一场风暴的感觉是如何 同时你也会发现 在这张图片真实的告诉我们 即使在今天也一样 就算是中日干涸的地方 一场大雨满意 最后泛滥 现在我们谈一谈风 耶稣也提到风 对此我做了一些研究 才发现就在今年3月份 应该是3月12号 以色列包藏有一则头条 就是以色列日报 报道该国在挂大风 风速大约是100公里 我们当中或许 有人没有感受过台风的威力 100公里的风速到底是怎样的感觉 我曾在菲律宾住过好多年 我们全家人每年都经历台风 在那边如果测量到 风力是接于100到185公里之间 就定义为三级强风 那么学校和一些政府部门就必须关闭 如果超出185公里 就是变成了超强台风 马上封锁不得出门 接应太危险了 风速100公里已经算是很强了 以色列人能切身体会到 在广袤的大沙漠 100公里的风速的威胁性 所以当耶稣描绘暴风来临的情形时 他们能联想到这是多么的可怕的 其实耶稣 试图让他们感受一下没有牢固的基础 根本无法抵挡如暴风般的侵袭 即使在今天也是一样 下张图我要你看看今天的中东 就在繁华默登的迪拜 这个地方叫做迪拜全球村 数年前我到过那里 你可以看到那里那华丽的建筑物 是我拍的 我还走前去 然后用手敲几下 哇哦 那不是刚古水里所建造的 只是木 只是木板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装饰品 展览品模型等等 是用保利笼做的 好奇心驱使之下 我问当地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自里的建筑物的构造 是用这样的材料呢 其实原因是这样 因为迪拜全球村是有季节性的 现在已经是第20世纪了 每一季都会恍然一新 换上不同的世纪 重新架构 重新设计 就是把每一季都做得标性利益 因此他们没有打算 一切东西都是固定的 但是有样东西让我听了之后 感到震撼 他们还说 这里一切都那么烟溺夺目 同时也会顾虑到 暴风和烟水来袭 不但与严重的破坏 也导致一些商品店卑鄙停业 他们必须去处理这些问题 就算在今天先进的中东 这样的暴风还是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甚至生活 因为一场15分钟的大雨 竟已足够导致泛滥成灾 这正是他们一直都在困扰着的问题 但你反思一下 眼前的生活 新冠肺炎的疫情就是形容 什么是暴风的一个最好比喻 才不多久 我们刚庆祝圣诞节 过后又农历新年 普天同庆 农历新年两个星期后 新冠肺炎疫情越演越练 几乎好像一夜间什么都改变了 生意急转而下 人们瞬间失业 其实我们还在危机当中 暴风瞬间而至 耶稣没有说 如果暴风来到 他只说暴风来到 为什么呢 因为暴风是季后性的 有周期性的 是时候到了 说来就来 这样暴风已经来了 那么诗诗文心自问 我们有为暴风做出全盘的预备吗 我们的生活是否能抵抗暴风吗 是否能在暴风中还屹立不倒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去反省的问题 新冠肺炎是一个例子 那是一个健康危机 本来是一场健康风暴 演变到今天 变成经济与金融界风暴 不多久又引起其他风暴 有可能是婚姻风暴 种种压力与焦虑之下 逐渐的影响婚姻不得而知 某天一大早醒来 其中一方提出离婚 突然间你已现身于 婚姻风暴当中 你有为此而防范吗 最糟糕的是 被告知自己可能得了绝症 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着 那种要命的风暴 你站得住脚吗 就是耶稣所说的 你有预备吗 聪明的人 在牢固的根基建立生活 愚蠢的人把生活建立在散沙中 好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 看看怎样预备自己来抵挡暴风的来临 让我们继续看根基差后果有多严重 在屏幕上看到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 雨淋 水冲 凤吹 摇汉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厉害 你知道吗 耶稣说 根基差后果不堪思想 泥住身陷 这非常严重 我不懂你会怎么想 而我呢 我就非常认真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耶稣说很严重的 我们真的必须要认真仔细听下去 再来 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意象 他用房子 建筑物 然后他说 恶劣的根基 死房物倒塌 耶稣他用这样的意象来解释 根基差的后果 当你看回我们近日的社会 不是还发生建筑物根基不良 而倒塌的事故吗 现在我就带你去中国看看 看到屏幕上的照片吗 你留性的看一下 这是发生在今年3月7号 新家酒店倒塌的照片 原本这家酒店是暂时用来 收容那些新冠肺炎病患的隔离所 就在那天毫无预兆突然倒下 木吉子也是这样说 他就这样倒下了 有些人站出来说 他们之前也发现一些猪粮有点不妥 有关当局还在调查当中 还没有结果 怎样都好 如此旁人大悟 这样踏下去死伤不少 共有10人伤命 大约有48个受害者 48个被困 有10个因为无法及时救出这样伤命了 恶劣的根基 后果极致严重 会死人的 在这个例子当中 你可以从中领悟到什么 你知道吗 有很多建筑物倒塌的事件 几乎没有预兆 即使有警告标志 我们还是会忽略的 被我说中了 有木吉子说 他发现猪子有问题 可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看来他只是想到有问题而已 就算了 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该不做的最后却做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 每当我们要计划去旅行 一时冲动 就这样说 没关系啦 先刷卡 玩个痛快 回来再想怎样还 结果呢 回来后 你会发现 5年都还不完 你知道吗 这就是人性了 有时我们就是明智固犯 这就是非常贴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没有建立牢固的基础 然而薄络的根基没有迹象 当你越踩越深的时候 突然倒塌 你才惊醒过来喊着 哦 发生什么一回事 什么事 我们当中 也许有人为工作 为生意 日夜奔波 忽略了孩子也不得而知 或许 你以为每年带他们出外 度假作为补偿 我们可以这样做 时间匆匆过去了 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其实孩子被忽略了 有一天 当你起床的时候 才发现 哦 他们已经长得那么大了 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他们成长的历程 曾经所想的 要怎样和他们一起度过每一春光阴 要怎样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传授给他们 似乎无法挽回了 更糟糕的是 当他们长大成人 我们可能失去了他们 也许是因为他们养成不良习惯 沉迷于不良嗜好 或结交一些坏朋友 那真是后悔莫喜了 如果我们的人生中没有建立好基础 这些例子可能会发生 好 再讲多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再看一下 根记差所带来的昂贵代价 这一站我们来到意大利 你现在可以看到 比撒斜塔的照片 这是我和师母的合照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在2012年拍的 当时我们的儿子 在罗马进行着交换学生计划 我们去拜访他时 顺道也来自你参观 比撒斜塔 真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 可说是世界上最佳派施的建筑物 其中之一 当你查看它的历史背景时 有趣的是 它始建于1173年 一栋历史非常悠久的建筑物 开始建造的时候 工程师已经意识到 低基和低值 是称不了整座建筑物的架构 他们是知道的 工程在进行的时候 他已开始往北倾斜 为了与他抗衡 建筑工人就很机灵地 在楼的每一层 放架构石作为抗衡作用 使他扳回中央 就这样耗了200年的光景 来完成整个中塔 其实比撒塔本身是中塔 怎样也想不到 加了这些沉重的加固石 200年后 中塔反而相难倾斜 这项事故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我们岂不是在人生旅途当中 尝试去纠正不少事情 却没有把真正的问题找出来 然后尝试用其他东西去弥补 最佳的例子就是 为了减低对忽略子女的罪恶感 我们就买更多的礼物 更多的旅行 以为可以弥补一切 可是都无济于事 因为问题的癥结不在此 是自己没有把正确的家庭基础打好 就好像比撒棕楼的癥结一样 那些建造比撒棕楼的工人 都知道有不妥的地方 知道原先的计较 是撑不住那架构的 没有去理会真正的问题 没有针对建筑物的低级问题找手 取而代之 他们用其他东西来补偿 最后塔事件好了 可是外去另一边 无法可视之下 就直直不理了好几百年 最后成了标志性建筑物 每年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拍照 直到越来越倾斜时 随时有坍塌的危险 政府才决定进行矫正工程 所以在1990年 禁止游客来比撒鞋塔观光 这项工程一启动 就用了11年才完毕 想想看 利用现代的科技 都用那么长的时间去修复 这样体积的建筑物 而且还耗置2500万美元 这笔钱在今天 也许可以建好几座这样的重塔 从这件事我学习到 它寓意着如果去矫正一个基础上的错误 不仅代价昂贵 而且又费时 所以当我们的人生 没有建立好牢固的基础 倘若在过去做错一个抉择 因这样承受那后果 等到今天才完人补牢 要来个大翻身 代价不仅大 而且更耗时 总之我们的人生要走正直的路 要有妥当的基础 然后我们共同建立 在耶稣的基础上建立 始终是一件好事 因此 当我们继续进行下一步时 我的祈祷是 我们来到了治理 这个地方 你深信为什么我们需要 在人生当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我的祈祷是 此时此刻的你被说服了 准备要知道如何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基础 我要你再看多一次屏幕上所显示的经文 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人 就像聪明人 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耶稣实际上就是那么简单 他只是说 如果你听了我的话 并且动胜去做 你已经在建立基础了 因此 每当我们独自敬拜神的时候 阅读圣经 聆听神要告诉我们的话 像是你正在听着这个讲道 或者一些团体祈祷会所领受的信息 一旦收到不要拖延 立即行动 也是所说的 我们在建立我们的基础 你都知道 圣经的教导 道理 智慧 浩瀚无边 包罗万有 就如里面一本叫《真言》的书 里面的智慧 就能够应用在今天的社会 圣经还教导我们 怎样应付压力 克服恐惧 忧虑等等 甚至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富足和成功 如果要证明这一点 请立即看屏幕上 《约束雅记》第一章第八节 自律法术不可离开你的口 要周夜莫勇 好使你谨守遵行 书众所及的一切 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 你必一路亨通 你知道吗 圣经给了我们成功的秘诀 不要光靠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但是通过冥想 拒绝所领受的神的话语 进而去细细 到底神为我预备了什么 一旦领会 马上实践它 所以 与《约束雅记》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 相互应对 神在告诉我们 请听祂的话 并遵行它 如果你今天问我 建立在我人生的基础上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就选诚信作为例子 对人际关系而言 诚信 优惯重要 皆因 人们不只是看我们表面做了什么 同时也会看我们的为人 来深层的去认识我们 本质上 他们看着我们的生活 他们就会看到我们是谁 诚信也适用于我们的生意 举个例 当我们做生意谈到诚信时 实际上就像塑造品牌 品牌就是我们的身份 公司的身份以及产品与服务的身份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诚信 那么我们的品牌就不会有诚信 就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是产品的老板或是经理 一旦失去诚信 品牌就失去诚信 要做怎样的推广也徒劳无功 因此圣经给了我们许多教导 都可以应用在生活上 为我们的生活奠定牢务的基础 另外一个好的价值观 我们要去接纳的就是管家之心 我们对于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 要有感恩之心 并且要善用它 使我们更出色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 人在小事上忠心得到的会更多 这就是我们生活上如何成长 我们的生意上如何成长 我们要终于提供给我们的一切 并且在其中表现出色 将会有更多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等同于服事之心 你知道我们喜欢为他人服务 我们希望慷慨大方 因为慷慨所带来的回报也许更多 这是圣经所提到的道理 所以那么博大今生的圣经 我鼓励你深入去了解每个字 研读它 听取所得到的信息 然后应用在生活里面 但愿你不只是听听而已 希望你也会身体必行 最后当我结束时 我再次引用雅各书第一章22节中的经文 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 不要但做听道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这就是通过顺服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 所以如果只是听听就算 神的话就无法启动 无法产生作用 一旦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那些话就启动了 为我们奠定基础了 因此这绝不是一次性的事情 因为基础从来不会在一夜之间建成 当我们继续居住在言语当中 随着我们继续与神同行 我们就建立了基础 你要人生当中盼得多高 就要看你在修炼上 把根迹砸得多深 当我们在今晚结束这则信息时 我只是想鼓励你 我们不要只当个听众而已 也要成为行动子 好吧 当我们结束之前 我想带你回到菲律宾的长探岛 如果你还记得照片里的那个沙滩城堡 这并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我们所要的 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石所建立生活 这才是我们所要的 好 今晚尽管你是听到这个信息 尽管你是和我们一起同行的 而你发现这个信息对你来说很有意义 并且你很想展开这个旅程 要建立圣经所指的基础 如果是你 我真的很想鼓励你和我一起祈祷 你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 让我们现在一起祈祷 亲爱的上帝 我向你坦诚我的罪过 上帝 我感谢你 因你为了洗去我的罪恶 而死于十字架上 我为我所犯下的罪忏悔 我向你祈求得到原谅 并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神和救主 我感谢你赐给我的永恒 奉主耶稣声明祷告 阿们 和往常一样 今晚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刚祈祷过了 我们希望再次听到你 点击那连结后 只需要输入姓名和电话号码 我们会与你联络 也许我会亲自打给你 并且和你一起祈祷 还有另外一件事 对于我们所有人 我们希望提出一个应用题 我们希望你对自己 在努力服从上帝的一件事 进行反思 现在就点击点结 并填写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如果你在顺服上帝遇上的挑战 我们想与你站在一起 并与你一起祈祷 只需要发送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我们就会打给你 好就这样 我们就用祷告来结束吧 让我们现在把头递下 主啊 今晚我们十分感激你 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告诉我们基础不好 所带来的后果 不但影响甚远 还很严重 主啊 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为此深切的祷告 主 我们今晚要开启这个旅途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深尽所指的牢固基础 所以主啊 我为现在请听祈祷的所有人 我祈祷 主 你将开始在他们的心里动工 主啊 开始鼓励他们 不仅仅提升他们的信心而已 不仅仅听取你的话语而已 而是在信心和信任去遵行他 因此主啊 我举起每个人在你面前 我们现在宣布要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 主 我们祈求你给予我们恩典去行使事 奉耶稣基督之名 我为这一切祈祷 Amen 感谢你在线上收听我们的步道 请在我们的Facebook页面上与我们联系 与获取更多的信息 非常期待下次遇见你 上帝保佑你 下个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